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会影响你的一生,以下几点值得每个人学习。 关于饮食,一,在牛奶和豆浆之间,选择后者,二,觉得还可以在吃半晚饭时,离开餐桌,三,即使身体不改的饥渴,每天最好也要饮用自卑水,四,都喝酸奶,五,远离烟酒,六,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, 七,饮绿茶胜过红茶,八,重视早餐多过晚餐,九,控制盐的用量,十,起床后,先刷牙,再喝水,十一,不喝酒煮的火菇糖,十二,早一晚,两个苹果可以有效改善电米,十三,饭前吃水果胜过饭后,十四,每周至少吃一次女,十五,远离可乐等太酸饮料, 十六,睡前可以来一杯红葡萄酒,关于运动,一,多享受到晨八到九点的阳光,二,慢跑快走,三,热水抛脚,可有效预防静脉曲张,四,精神及肚体倦时,不适应运动减压,休息更重要,五,动机少做户外运动,六,食层以下,不乘坐电梯,七,经常站着看电视, 八,每天运动半小时,而非周末运动三小时,九,经常散步,三,吃半硬的床铺,更有利于颈椎健康,十一,运动后星期半小时再入狱,关于生理,一,不翘二郎腿,以免压破神经,二,去年的衣服要进行铺晒后才可以穿,三,不要总吃剩饭剩菜, 四,头发不要洗得太勤,二到三间一次即可,五,午休一定要躺着睡,不超过四十分钟,关于爱人,一,不要因为或度关心子女,而不是爱人的感受,而与爱人的感情,也需要用心经营,三,发生矛盾,各自退一步,四,偶尔制造一点惊喜, 五,不要忘了爱人的生育,关于幸福,一,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二人活着就是一种心情,把握今天,这至明天,除此永远,三,只要用心感受,幸福就会永远存在,四,知足便是幸福,五,有家人陪伴,有朋友关心,有健康的身体,这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, 世界公认的健康生活方式,让你受益一生,转给你最爱的人,每个人都应该看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